袁龙11集,强威明确就是戴无忌,抓住宋燕一起赏月,粉丝都开始骂街了。 最近袁龙的剧情有些离谱,主要原因在于戴无忌这个角色,这个角色不仅实力强大,当众抓住三位长老练之道华丹,还撕毁了王胜的地图,破坏了王胜的一切计划,是一个既有实力又有头脑的反派角色,这在国满作品中可不常见。 然而从他抓走强威之后,粉丝们的观感就变了。 当时他拿出麻醉弹的时候,目的就是想告诉王胜,强威在他的手中,以此激怒王胜引他上套,王胜也的确是中计了,还被戴无忌打成了重伤, 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粉丝开始猜测强威就是戴无忌了,但一直还未明确下来,然而在第十集播出之后,这种推测几乎就要被证实了。 王胜出城之后被武大家围攻,他凭借与高瑶的配合,将武大家的杀手一网打尽,也顺利地救下了高瑶,然而当他们返回无忌城后, 宋燕担心王胜的安威也出城了,还遇到了强威,这强威出现得很突兀,最后镜头他也向宋燕伸出了手,看样子是要抓宋燕,若是真的,那他必定就和戴无忌是同一人了。 就第十集结尾来看,这里还有一个解释,那就是强威逃出来了,和宋燕见面的是真强威,这也不是不可能,然而官方发布了几张预告图之中。 基本就否定了这一猜想,因为在图中,戴无忌和宋燕出现在一块,也就是说,第十集结尾处正是戴无忌假冒的强威抓住了宋燕,或者说戴无忌就是强威。 从预告图中来看,戴无忌并没有虐待宋燕,而是和他一起在屋顶上赏月,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关系有多亲密呢? 虽然可以说强威是被迫在那欣赏夜色的,毕竟他才四重镜,根本不是戴无忌的对手,但也绝不会如此和谐地和戴无忌一起赏月,可若戴无忌就是强威的话,那就说得通了,强威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杀掉王胜,不然他早就杀了王胜。 但无忌是有理由杀掉王胜的,但强威又是不想杀掉王胜的,这两个角色是同一个人才能解释他目前对王胜所做的一切,不过真正的答案应该还是要看正片才能揭晓。 然而谜底虽然即将揭晓了,但粉丝们都要开始骂街了,最近的剧情引起了许多粉丝的不满,退坑和打低分的大友人在,声称这是为人吃屎的烂剧情。 仔细想想也对,先是强威被抓,随后唐乔也被抓,然后高摇一个二重进独自去救强威被抓,再然后王胜围就高摇出了城,好不容易救下了高摇,宋燕又被抓了,这不就是葫芦娃娃娃爷爷吗? 这被抓的人们活着全靠编剧,戴无忌若真是个狠毒的大反派,他们早都死了,最后若证实戴无忌就是强威的话,那这一切究竟是个闹剧了,可不就是为人吃屎的恶心剧情吗? 还不如直接上演王胜和戴无忌争风相对的戏码,粉丝们爱看的就是现代化科技战胜一切的爽文剧情。 本期文章就到这里,以上均为我个人观点,不喜误喷。 喜欢喂羊的小伙伴们可以点点右上角关注我,您的赞和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